高雄环撞轻轨第一阶段C8高雄展览馆到C12博二大驿站 顺利通过初刊 渴望在今年7月通车 至于轻轨第一阶段C1到C14哈马兴站 也有机会在今年9月全线通车 捷运局表示 初刊结果针对改善事项 捷运局将会在短期内完成改善 希望能赶在今年7月博二举行全球电竞赛之前 轻轨能够延伸到博二 到时候就可以载运更多参观人潮 至于第一阶段C1到C14站 预计在6月间完成铺轨后 9月渴望全线通车